原Feel 全球 週貌工人 週貌270 稍微等ra 好 好 謝謝 我現在28歲 28歲 我第一次做愛送是2015年的時候 就是我在2015年的時候 Fu Panda那個時候還在仁愛路上 我當完兵之後大概9月或10月進去吧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算正值有勞健保 然後一張單 其實我忘記一開始是150還是120 然後中午跟晚上加起來大概平均一天20幾張 因為它是僱傭制度可能要復回勞基法之類的 所以它 國定假日或是那種 都會有Double Pay 上Double Pay的時候一天4000多 5000多也不是太困難的問題 對啊 我都大概帶1000多塊 然後 就都是 這種白抄 然後還有 一堆零錢 一堆 幹 有的人會給一塊 很重欸 在第一次大減薪之前 換了一個老闆 換了管理層的人啊 我不確定是老闆 對 他從一張單120塊 然後變成 一個小時60塊 一張單60塊 好像是這樣子 對然後那一次 就是 就是 就是在 他把外送人全部聚到公司來開會 我還記得 好像有給Pay吧 我忘記了 然後 他就拿勞動契約出來 就說要改 改成這樣子 然後如果同意的話 就是在那邊簽名 如果 不同意的話 你就不同意 可是他就是可能不會派單給你 我沒有簽 那個東西 就是他換制度 對然後我剛好搬過來板橋 我後來就在板橋跑 然後覺得 幹這個薪水 就是也做不下去 所以我感覺不要簽 反正我 我其實是可以找到別的工作人 對 那種 對 那種 那種 可能要 QR call 對 QR call 我真的要貼在包包後面 我那時候其實像 五一我有跟健太兩組 所以我覺得我們之前罷工 可能都是 單純從司機方面 司機上線 司機不上線 司機拒送 可是還是會有人偷跑 對啊我覺得應該要 如果是社會大眾的觀感是好的 那我可能都會 譬如說 譬如說五月一號 那你如果 今天就是外送員 那你就五月一號 不要點餐 我是A大 那我 之前一直在跑外送員 從 跑外送 從以前的LALA 到熊貓 到現在的Uber 有不同意見說 主公會到底 有什麼用 或是我們到底 為什麼要去主公會 那其實 我們在蠻多群組 也是有發現說 一部分人想要主公會 那一部分人覺得說 公會其實 好像跟之前的 現在差沒多少 熊貓我剛開始在跑的時候 一單是 基本費是六十 然後加十塊的廣告費 所以是七十塊 基本起跳 那以這一次 四月十六號過後 基本費是三十 那廣告費是五塊 所以先不看其他 浮動公司可以隨時調整的話 光基本費就從七十塊 降到三十五 等於是打對半 他這個職人費的差異 不是在那五塊 是在中午時段的時候 就是 他有時候 譬如說假日 會一旦加二十五塊 但你如果接待率 沒有大於九十趴 你就沒有拿二十五塊 然後再加到這個職人 你就至少被扣三十塊 對 所以你基本上 你就算你巨單的數量 不要超過這個 十% 所以你就可以賺到 那一張三十塊 也是很多 對啊 有半個月 就是我的接單率 沒有到九十趴 對 然後就扣超多 應該至少三四千塊 就是這些Li的時間程 所以你為什麼 不接這張單 要不要講一下 這是Subway在金站的B2 通常這時候 我會遠離金站 因為我不想 我不想接到金站的單 像這樣我應該會回北車 像這樣我應該會回北車 OK啊 好啊 北車 微風 一樣 乾脆這個也是很靠 靠北喔 要去嗎 還是要去 這樣就超靠的 連來兩張這種的 然後你就覺得 三小 乾北車比金站更麻煩 通常我會再去 通常都會一張接一張 所以你通常沒有人會要接 所以才會通常聚完 我們就會投入這個金站單 第一個就是走下去 可能來回就要大概 五六分鐘吧 然後你設置一定要停在紅線 所以你會很怕被警察開單 對 然後又要走超越 超煩 跑會送就是時間去換錢嘛 所以我一張單 越快一定是越好 一般人就不會想送百貨公司 或是從北車地下街 乾那個 或是乘德路 乘德路最靠 那個 那個 那東西叫什麼 金站 金站你 第一它旁邊完全沒有停車位 就是 完全沒有 所以你一定要違規停車 然後再來你要走進去那個商場裡面 然後它的美食區都在B2B3 所以你要走差不多 五分鐘以上 如果這種電車又是做很慢的話 你就會超趴車被開紅台 都被脫掉 因為 剛剛停的那個地方 就在警察局旁邊 我剛想 對 沒有 下一單嗎 有 有 走啊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沒電鈴 沒電鈴 沒有電鈴 喂 小毛我在樓下 好 好 等一下可以先修一下 好啊 反正過中午 謝謝 謝謝 這是假日啊 假日像現在中午 這樣就賺了幾百塊 所以兩個小時大概賺錢 對啊 所以賺很多 然後我一般會再做個一小多 就是把它補到大概一千塊左右 然後再回家 想上就這樣 想下一次下 對啊 對啊 那你還敢說你是老公子 對啊 我是自己的老闆啊 不是老闆 我是老闆 我是老闆啊 幹 剛剛那妹子蠻Cube 蠻可愛的 標結合一下好了 好啊 這樣聚三張 記一下 一開始它是 雇佣的制度 就是 付費檔一進來 台灣這個市場的時候 因為我稍微對勞動法規有點研究 勞基法時候我都看過 所以它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有勞健保 然後 中間有一段時間 他們本來是不太限制 正職員工跑的 時間的長度 因為我們一般通常都是 大概十點上 最以前的時候 是十點上班 然後九點 還八點下班 然後你其實 加中間的幾個小時 如果它說是休息的話 我們就符合 勞基法裡面 八個小時的規定 然後後來可能 Uber進來了之後 Foo Panda可能 這個人力成本 也撐不住了 所以它就全部變成成懶 他每三 大概五天就會改一次 最後都會補一句 由Foo Panda 有什麼最終保留權利 他想醬就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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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你娘 幹你不能今天月薪三萬 下個月跟你說 你這個可以零兩萬吧 幹你娘七萬耶 三小 本牌只有六個人 一個不求三個人 新別要平等 新知又公平 新知又公平 現在 需要大家把你們的手舉牌舉高 讓 綠色的朝前面 紅色的朝後面 綠色的朝前面 對 那我們因為兩大平台的聯合壟斷 聯合坎興 所以我們今天決定主公會 然後大家也一起站出來 對抗之方這樣子 那這邊謝謝大家 我們覺得我們外生園 平常在路上的時間比較長 比一般民眾 時間可能長個五六倍到十倍 那所以相對的 直在風險會比較高一點 對那希望透過 通過籌組公會這樣子的模式 就是讓我們比較有一些 跟平台坐下來 面對面 去寫上一些 基本的工資 或是基本的保障這樣 準備要來迎擊這個 資方的打壓跟博選 不管是成嵐或是僱傭 不是解決這條路的 唯一途徑 那我們自己比較希望是說 我們在成嵐跟僱傭中間 重新開一條路 就是所謂的修專法 跟類勞工 台灣現在比較好玩的是 台灣的外送行業 這種類勞工 已經走到後期 可是台灣的法還沒出來 對那加上說之前 台灣就是 因為其實我們的勞習法 是全球最嚴格的 你要嘛就是僱傭 要嘛就是承爛 沒有第三條路 對 很多司機不太懂 所謂職業跟 產業工會的差別 那我們後來本來是預計說 開職業工會跟產業工會 那後來跟產總這邊討論 覺得說產業工會 如果整合起來的話 的團結力量是比較大 我會覺得說 因為這是第一次 以工會名義跟外送員上海道 去參加這樣大型的遊行 那當我們舉的會議 在海道上面飄起來 其實蠻感動的 就是這麼多的算是工會 外送工會一起參與 那也包含一些從中南部 特別自費上來的司機 去降共商政局 去有一個共同的理念 去爭取 對這是我覺得蠻開心的一件事情 去爭取 市場要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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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員加油 觀眾員加油 拒絕惡意解釋 拒絕惡意解釋 拒絕報告車款 拒絕報告車款 我知道有些人 期待 組了工會之後 我們就馬上非常有戰鬥力 但是我必須說 今天你們看到 有戰鬥力的這些工會 前面有人很多 很團結 聲勢浩大的那些工會 很多都是怎麼樣 組織一二十年了 甚至更久 所以接下來 不要放棄希望 不要太快灰心 會有一段比較辛苦的時間 我們把自己準備好 然後慢慢往前爭取 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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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